WTT球星赛奖金公布 王储清金额最多 孙颖杀这次却不如王一笛 在最近WTT冠军赛正在进行中 同时WTT球星赛的奖金也随之公布 有人发现这次的王储清金额是最多的 而孙颖杀这次的奖金还不如王一笛 那么这些人的奖金究竟有多少呢 在WTT球星挑战赛结束之后 WTT冠军赛紧跟而来 整个系列的比赛都十分紧凑 因此球员们每天也都有多场比赛 而在比赛进行到一半时 WTT球星赛的奖金也公布 其中可以发现王储清这次一共拿到了12500美元 折合人民币一共是8万元左右 而王储清这次不但是球星赛的男单冠军 还是男双的四强和混双的冠军 三项合并 拿到的奖金也十分丰厚 再来看这次的女单冠军王一笛 王一笛这次拿到了1万美元 折合人民币一共是6万元左右 但孙颖莎和王一笛两人的奖金比起来 孙颖莎就显得不划算很多了 因为孙颖莎是在拿到女单亚军和女双冠军之后才有6万多的人民币 仔细算下来 相当于孙颖莎两项加起来才等于王一笛一项的奖金 可见这次王一笛的女单冠军奖金含金量是很高的 而除了孙颖莎 王一笛和王储清以外 王曼玉这次拿到的奖金也比较少 王曼玉在球星挑战赛中拿到了女双冠军和混双冠军 还拿到了女单的四强 在挑战赛中只拿到了5万的人民币 但这次王曼玉是因为受伤才无缘后续的女单决赛 如果他能参加女单决赛的话 王一笛也会和王曼玉来一场激烈的对军 冠军花落谁家也会有很大变化 还有梁敬坤 这次梁敬坤拿到了男双冠军和男单的四强 这次一共拿到了3万多的人民币 而马龙这次在比赛中无缘后续的男单冠军 这次只拿到了4750美元 折合人民币3万左右 目前马龙应该是男拼名将中最少的一个 也算很唏嘘了 在众多奖金名单中 王楚清最具希望 而马龙也通过这次的比赛 让球迷们见证到了马龙的实力 也感觉到了他的一些力不从心 因为这次马龙虽然参加了男单和男双比赛 但在男单中输给了王楚清 让人觉得一难平 现在的马龙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了 现在的马龙或许更愿意将大把机会给年轻人 因此这也像大家看到的那样 马龙出局 王楚清坚持到了最后 目前WTT球星挑战赛已经结束 现在正在举行的是WTT冠军赛 王楚清在球星挑战赛中 虽然拿到了男单的冠军 但这次在冠军赛中暴露出局 输给了国外选手最终无缘晋级16强 而反观女拼那边情况稍好一些 这次孙颖莎和王曼玉 还有陈梦三人都成功晋级了16强 但与此同时晋级的还有日拼的伊藤美成 早田希娜和石川家纯 这三人成功晋级 也就意味着孙颖莎等人的对手也变多 特别是早田希娜 在之前的球星挑战赛中 早田希娜就在混双比赛中击败了伊藤美成 可见她的实力是足够强悍的 而王曼玉和陈梦目前身上还有伤势 陈梦目前右肩正在恢复 而王曼玉的膝盖上也打了很多的绷带 整场比赛目前还有很长一段需要进行 就看最后的女单决赛中 王曼玉等人会坚持到哪一步了 就看这次谁会拿到女单 将积分提升并拿到奖金了 那么大家认为国平队员这次拿到的奖金金额是高是低呢 王曼玉等人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拿到冠军和奖金积分吗 欢迎在评论区中热烈讨论和发言 我是杂匠体育圈 关注我并点赞本条最新视频内容 就能解锁更多体育赛事资讯和名人动态 我们下期再见